兩房一廳含平面車位 總價壓在800萬以內 適合收購年輕族群或是小家庭 這裡是五谷周子陽重劃區 新建案買氣熱絡 吸引不少民眾來看房 其實好想家是在整個五谷的話 它可以算整個重劃區的正中心 不管是走到未來的捷運站 只要大概3到4分鐘 五谷運動中心 走過去也是3到4分鐘的時間 走到塵埃三圈 也只要1分多鐘就可以到了 所以它是一個相當便利的位置 根據房中業者調查 在中美貿易戰影響下 今年第四季民眾反而認為 房地產是資金避險首選 佔35% 其次財是黃金33% 而基金、股票、債券只佔4%到6% 其中六成民眾偏好投資住宅型商品 第二選擇才是店面 消費者期待投包率 能落在2%到3.5%之間 以目前整個五谷重劃區裡面的話 因為好想家的它產品總價代 剛好是控制是最低的 相對的以投資客來看 它的投包率是會相當高的 週朵上行情租金這樣推回來的話 投包率大概都可以達到3%多一點點 到底買哪一區才保值 房中業者也統計台北市大樓滑下 市林姓義中正 相較於去年今年跌幅都超過3% 反觀新北市表現亮眼 五谷區漲3.2% 比鄰近的泰山林口更受矚目 因為五谷它早期的基期比較低 可能一坪的新房子或是新古屋 它可能介於20到30不等 所以它基期是較低的 其它的一個漲幅會較臨口較明顯 以目前來看 首購和換屋仍是購屋主力 佔了將近七成 預算地段以及生活商圈 都是考量之一 在台北市房價居高不下的狀況下 新北房市成了最大受惠者 東森財經營新聞 蔡要達柯黃銘 在新北市的採訪報導 I'm 請來 分享 小 還 我 你 保